来看一看加州方面的新闻 4月19日加州安大略国际机场管理局举行企业领袖VIP午餐会 向企业家们介绍该国际机场的最新发展计划 2018年中华航空与安大略国际机场每周7天双向直飞开通之后 机场管理局正在积极寻求与亚洲各地区的合作开通国际航班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我们很多除了华裔以外 还有很多亚裔的一些企业家领导们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这个活动就是因为你们也知道 前些日子我们华航已经开航了 那我们目前在计划有更多的航空公司要进来 然后也要开阔我们整个这个Ontario Airport 把它成为一个国际化的 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CEO Mark 来跟我们这些社区领袖们解释一下 然后大家共襄盛举 让他们知道我们目前未来的计划 安大略国际机场管理局首席执行官Mark 特别介绍了机场正在商谈的一些国际合作计划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ere was I came back because I believe this airport has the highest potential for growth of any air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really saw I was always very optimistic about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when we started to look at the data and look at all the demands 他确信安大略国际机场是南加州中具备建设国际机场条件的机场 跑道长度足以承载大型客机 目前机场管理局正在积极寻求与亚洲各地区的合作 开通国际航班 特别是台湾 中国大陆 韩国 日本和越南 这些新的计划与区域经济开发 以及东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即将通航的美国直达亚洲各国的国际航班 将大大改变民众的生活 获得社区的极大关注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Ontario机场 然后在这上飞机下飞机也比较方便 也比较快 同时又告诉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这停车特别便宜 洛基东边 特别是包括内陆帝国的部分 那华人进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同时对于经济发展 这个房地产方面的这个 各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机会 这些跨越美洲和亚洲的航班 对两地间的经贸 无疑发挥了强大的助力 这些新的计划 令与会的企业家们欢欣鼓舞 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 而且还带动了东区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更多的商机